大家好,歡迎來到海豚探碑 我是其中一個護理員,我是邀澤峰 今天來到海豚探碑,當然是我們來參與海豚探碑 事不宜遲,我們邀請海豚朋友和大家見面 每天早上,我們會幫我們的準備海豚朋友檢查身體健康狀態 原來一隻的準備海豚朋友,他們的口腔大概有90至100隻牙齒 所以這些牙齒,我們就非常注重他們的健康 而且他們一生只會有一副牙齒 如果這些牙齒掉了,甚至是豬牙,就需要密切地留意 原來在我們海豚探碑,也會有另一款動物生活在這裡 大家聽一下,留意一下,這些是什麼聲音 沒錯,就是我們的加州海獅朋友 這個時候,我們要留意一下我們加州海獅朋友 他們的口腔和牙齒,好嗎? 大家可以留意到,原來加州海獅朋友的牙齒是黑色的 因為海獅朋友的口腔牙齒,是有一些抑菌和牙齒共生 形成一個牙菌膜,從而可以幫助保持牙齒的健康 在我們這裡,就有我們的護理員去食心 去照料我們的動物朋友 在野外的動物朋友,他們就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威脅 就是我們的海藥垃圾問題 在野外,不時都會出現一些塑膠的垃圾 如果好像我們野外的動物朋友 會有機會把原過的塑膠直接吞下土 這些塑膠原來是沒有營養的 而且會令到動物朋友有飽幅感 長遠來說會影響牙齒的生長 甚至乎會令到牙齒死亡 所以在這裡勸喻大家 出去遊玩的時候,千萬不要製造垃圾給我們的海洋 來到這裡,我們的動物朋友 差不多需要回到牙齒的家庭休息 不如跟我們的動物朋友說一聲 拜拜